说到第二季中国达人秀的亚军菜花甜妈 我们都还记得一项圆润可爱的草根明星 这次要开始减肥了 这次他的目标是三个月减下20斤 不知道甜妈的减肥大地到底进行的如何 会不会真的变苗条 我们一起来进入菜花甜妈的减肥季 一句送你一送让原来卖菜的甜妈唱到了娱乐圈 听两年了我是甜妈 你这身材怎么就越来越胖 减肥的关键一句话 管出嘴买开腿 很爽 这样的话出一身汗 我觉得最少得减二两吧 你这个目标是要减多少 我减二十斤 所以你一定要把身材先减肥了 减肥起来 那这个当时胖是为什么 总结果原因 就是一个是压力大 他们说压力大比较那个 还有一个爱贪吃 还有一个心情不好 就是说他们说喝凉水也能长肉的那种 就是乐天派 你看你这个说今天上午 咱们去健身减肥 人间就减肥 中午就吃一块红烧肉 贪吃 这个不能说的 这个不能说的 这个不能告诉外界 我说甜妈 说了这么多理由 看来贪吃才是你真正发胖的原因 还想蒙混过关 好在我们的镜头把这一幕拍了下来 看看你中午是怎么说的 减肥不减肥 吃还真好吃的 红烧肉不好吃 瞧瞧中午这顿丰盛的午餐 甜妈呀甜妈 都说管住嘴 卖开腿 就你这么个吃法 哪里减得了二十斤啊 肉的话 少油的一定要吃 少油水的 然后少脂肪的 这些都一定要少吃 少摄入一些 我不吃它了 对 他们是个我参考 因为那个 红烧肉 他们总是不让你吃 对对对 那人家卖猪肉怎么办 看来想要让甜妈成功减肥 这最重要的一关就是不吃红烧肉啊 不过通过我们这一天的观察来看 不吃肉对于甜妈来说是不可能的了 可吃对吃 锻炼还是要继续进行 不过仰卧起坐对于甜妈来说 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呀 什么 还真起来了 可是 反而是用了道具啊 甜妈你真是太偷懒了 说着说着 你还变本加厉了 连教练也要帮你一起做啊 这么个做法还真不一定有效果 不过总的来看 甜妈要减肥的决心还是有的 只不过这减肥 可不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的哦 是要付出大量努力和汗水 才能有成效的 不知道甜妈能不能坚持下来 最重要的还是要抵抗得住 红烧肉的诱惑啊 在节目的最后 也祝愿甜妈真的能够减肥成功 新闻了再现综合报道